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早晨! 今天很高兴,我太太和我女儿都支持我 给她们掌声好吗? 我看到我女儿很有趣 我女儿还有大约五个星期,就两岁 她不怕我,我记得,两个星期前,有一宗很震撼我的新闻 听到,在佛山,大家知道吗? 知道的同学举手 都知道 佛山的新闻是说什么? 她说,刚好有个两岁的小女儿,对吗? 那辆车是怎样的? 剪过了,剪过多少次? 两次 两次 当时,我抱着一个女儿,不其然 我会想到很多事情 当中里面的新闻,有两个角色 第一个角色 有十八个徒人,是吧? 走过,干什么? 看都不看她,是吧? 不管她了 第十九个是谁来的? 有没有人知道? 四十九个是谁来的? 十方的妇人,是吧? 她帮了她 我会有两个角色来看 第一个,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那十八个徒人 第二个角色,就是那十方的妇人 说到这里,那十方妇人呢? 我就问,如果我,我会做哪个人呢? 我是那十八个徒人的其中一个 你说我是那个妇人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觉得自己,如果当时在现场的 你是其中十八个里面的其中一个 跟我请你举手 谁觉得自己是那十方的女人呢? 请你举手 OK 今天,范牧师 其实我私底下来的 他叫我上来分享 他说给我十分钟 那我说什么呢?十分钟 他叫我介绍自己 我就看回 其实我呢,没有什么介绍 我是一个典型的拔萃仔 那典型拔萃仔里面呢 我发觉有两点呢 挺有趣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两点 第一点 原来 典型的拔萃仔呢 他很喜欢 是和拔萃的关系 很喜欢贡献的 contribution 比方我和大家分享我以前的情况 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呢 逢三月呢 就很紧张 我们要去比赛 和那典型的比赛 是吗? 是吗? inter school 当时呢 因为当时呢 A grade呢 签纪纪录的保持者 那当然要比赛啦 但我记得呢 我中五那年 临比赛前 有一次P.E.堂 我在这个field 里 踢球 P.E.堂 在路门口 搓入球的时候 突然被人一脚 踢到肚子 以下 我睡在这个field 睡了多久啊? 睡了差不多 一个半钟 没人知道 后来呢 后来呢 有同学看到 喂 为什么去那么久都不动啊? 走来拿着脚踢啊我 喂 没事啊 发觉呢 我肚子呢 好像有了BB那样 脏了出来 其后呢 我要入院哦 那些乳血 后来呢 肚子就开始 那些乳血不见了 去了哪里 知道吗? 去了 高院那里 那当年有教我的老师 都应该记得了 有这样的情况 那结果怎样呢? 结果那里呢 可以开到 我住了差不多 两个星期的医院 对个男人来说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手术 这个很大的手术 然后呢 最重要的时候呢 还有五个星期 就到这个 Interschool Athletic Beach 我代表学校的 要跑三行 八百米 千五米 和四千四百 那当然我是正算 那时候 很多人来探学 包括当时 黎校长都来探我 他问了一句说话 肖畅明 你如果不行的时候 不如找学校 找人代替你 当年呢 我们和那珊 是差很近的 那年我们输了 我们输了四分半 很近的 但是当时我的心情是怎么说 我说 就算我 跑死去运动场 我都要代表拔萃比赛 这个当时就是拔萃精神 我要contribute自己 没有掌声的吗 好 今天 你们很多sport team 有suming team basketball 各方面 你们是否为了 学校的contribution 我相信是 因为你们是典型的物赛仔 又有广东幕给你们听 那时候 我是 中六那时候 我是西州的captain 那时候我教了很多 很多东西 其中呢 范牧师 就是当时我一个社员 他就帮我教屋 搞很多特别的东西 当年西州呢 是很弱的 可不可以搞到 为了我们为了contribute 和同学去到训练呢 house training 只是athletics 我们一个星期呢 train五天 house training 包括礼拜日 我们愿意要contribute 很典型的 很典型的 所以contribution呢 不仅是读书的时候 我发觉很有趣的 我们毕业了之后呢 我们的旧生 都依然是 常都contribute 给学校的 譬如 每逢11月 中的 我们有个什么 加东菲 是不是 旧生的全部都回来 逢每年的三月 去inner square athletics 全部救生 都会回来 帮校打气 我记得 我09年 8月 当我 很精神去上班的时候 那天早上 突然间 发觉 我这里痛 什么事呢 进去照 原来的神石 照完出来之后呢 医生跟我说 你的神石没问题了 打了 不过发觉 你的肝有阴影 是不是 那时候 我常常跑步很健康的 2009年 两年前左右 我说 照清楚一点 发觉 原来我有全港 第一宗的癌症 什么癌症 叫做胚胎细胞癌 听过没有 听过一句话 刚才说完 你没听 没听我说话 刚才我说完 OK 当时 已经扩散到 肝 胃 到处都是 不过告诉大家 我经过手术 发療之后 我好起 我好起 第二件事 我想什么呢 当时 我在拔萃救生会 其中一个 公司 我就想了 我还有什么 可以contribute 学校呢 在10年6月 在10年6月 我就组了一支长跑队 又和这些同学 组了15个同学 在11年1月 去厦门跑步 为拔萃的中七学生 当时 他们在外国读书 我们帮他们图了15万 帮助 拔萃里面 很典型的 第一个点 很喜欢帮助 第二个点 其实我想说的 这个才是今天的重点 是什么呢 先看一下表现 OK 就是 其实 刚才我故事还没说完 你们会想过 你们在18个人里面 事样无多一个 你要说是个妇人 是不是 其实是第三个角色 是谁 是个女儿 有没有人想过 你是 那个女孩 如果你是 比较车展过 那个小女孩 你会怎么样 各位同学 我告诉大家 我相信大家 大体上 都不会想这个问题 因为你们是典型拔萃仔 为什么 第二点典型拔萃仔 就是 我们是行的 我们是不用人帮的 我们跌下 我们自己能站起身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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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点掌声 各位 这个正正是我们 一个很大的 缺点 为什么 反过来说 就是说我们 如果我 我想起自己 如果我被人 剪掉女童的时候 那18个人 真的不帮我吗 我有没有叫人帮 如果我是那个时候 我很可能跟他说 我不用你帮 我自己起得翻身 换句话说 是什么 换句话说 第二 拔萃仔典型的特质 就是什么呢 我们不得 欠秘 我们不需要人帮 我们不找身与手 让人帮 同学 我 我是拔萃长大 出来做了很多年 开始的时候 就算我玩了癌症 也好 我都是这样想 不用帮 我自己起得翻身 我行的 但是今年 4月 当我再检查身体的时候 出了报告 报告出了的时候 我同届的拔萃仔 现在 因为当时我读中鹿 我读Bowgroup 当时就要做 出来 也有很多同学医生 现在 他这次看到报告 和第一次不同 第一次看完 他就会跟我商量 我怎么医我的病 但是这次看完我的报告 知道他怎么看 他说什么 他的反应有两个 第一个反应 他竟然 哭 我的同学 第二个反应 他问我 小鸡 我叫小鸡 你发明一下 小鸡 你有什么心愿未了的 我帮你做完 我知道的情况很差 我知道的情况很差 当我自己 一直觉得自己很好 我不用人帮的时候 在这一刻 我才知道 上帝要我做什么 原来上帝要我 牵给下来 生意手出来给人帮 今天范牧师叫我来 都跟人分享的时候 其实我告诉大家 我现在给大家分享 我就等于 被人战伤了的女童 我真的需要人帮 但反过来 我再看回你们 当然你们现在身体 是没事了 但我相信 中一的同学 甚至中七的同学 我相信你们都好 现在三十七的同学 是吗 OK 不同的制度 你们呢 在成长过程里面 我相信 不多不少 跟同学的关系 班里面的竞争 学界里面 甚至父母的关系 你们心灵上面 不多不少 都有时候 会被人 有些创伤 是吧 但我深信 你的父母 你的师长 甚至是范牧师 很希望能够帮到你们 在成长路途里面 不管你们有什么创伤 他想帮你们 扶起你们 但反过来 你们有什么典型的拔萃仔 不用你帮 我自己行 但告诉大家 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当你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时候 你随时是一个起不了的时候 我再说一次 当你自己是了不起的时候 随时是一个起不了的时候 什么意思呢 当我自己是了不起的时候 我竟然 上帝要牵牵下来的时候 要做什么呢 就要得到一个不治之症 如果你问我 今天 那情况如何呢 我明天有没有命 我自己也不知道 不过其实说真的 你也不知道 OK 但是呢 那个重点 我希望大家知道 拔萃仔 对于拔萃感情 除了contribution之外呢 我们很缺乏的 就要牵逼下来 有时候 我们不单止要contribute 有时候我们要 尝试伸手出来 被人帮 今天我看到里面 我相信很多人呢 那些面容很累 有些人不开心的 我想范牧师呢 很想有机会 去帮你们 你们会伸手给他帮 是因为时间关系 那其实呢 可能很多人想听我 喂 你怎样成长的 喂 你怎样跑步好些 你怎样呢 能够对抗 癌摩不积极 这方面呢 有机会 这场Assembly 我回来再和大家分享 不过今天 我希望大家记得 拔萃的精神 当然 学校要你contribute 但是更加的 希望在你上帝面前 我们能够学习谦卑 能够呢 觉得自己 其实我们都不是很聪明的 我们真的需要人帮的时候呢 真的不要害羞 伸手出来 你身边的人 是愿意帮你的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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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